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动 好 自己小心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左朕 你这双手不适合做这些事 你要做的事交给我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在吉野玉琴的身上搜到的物件当中 找到了一些加密的资料 破译以后得到一份重要情报 那就是日本人的鹰计划 左朕 你这双手不适合做这些事 你要做的事交给我 鹰计划是一项极其恐怖的阴谋活动 日本方面判断 对华战局已经进入了新的竞争阶段 必须尽快攻破华北防线 这次行动还是由鹰东指挥 鹰东指挥 怎么是你 学长好 武藤老师让我带他向你问好 走吧 小人员 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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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员 三人员 二人员 三人员 五人员 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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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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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不小心撞到你的 这么多年没见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臭 放开他吧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不要多生事端 对不起 我替他向你道歉 东西放在这里安全吗 这里已经空置很久了 而且我们在四周已经布置了人手 很安全 你可以回日本复命了 不 我将留在这里配合你行动 我不需要 可这是老师的命令 难道你要违抗老师的命令吗 我们都已经生了这么多兄弟 却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 没想到 我们竟然中了日本人的诡计 撑住 不要 不管有多危险 不管新生多少人 一定有制止他们的行动 有劳通报医生 我要见左二爷 您稍等一下 我去通报 说吧 说吧 你有何指教 今天来找左二爷 一是要谢过左二爷之前 对中特派员的顶礼相救 二来 就是想联合黄埔商会 共同抗日 据我所知 爱国会 爱国会 应该准备了充分的人手 左二爷 我们之前 中了日本人的埋伏 死伤惨重 现在日本人 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 到处生灵涂炭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都不应该袖手旁观 所以 才来找黄埔商会 我要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 他们的家人 正时时刻刻 遭受着日本人的威胁 我不能让黄埔商会的兄弟们 只因为我的命令 就去加入抗日 但我会身先士组 让他们知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国家存亡之际 自当挺身而出 其实 我的身份是潜伏在黄埔商会的 爱慕会成立 眼下我只有一个请求 让我替荣锦绣冒险 原来如此 那就请左二爷一起参与行动 只要能找到这个东西 荣锦绣就不用加入行动 我不同意左阵加入 我再跟你说一次 他加入 我退出 你要的疑解 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有理由的 如果左阵间 黄埔商会的其他人 绝不会坐视不管 而对于我们而言 在上海滩 就有了最强大的力量支持 在这种时候 任何人的情感 都应该放在一边 我不同意你加入爱慕会 加入不加入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你向南东的同意 你对锦绣的伤害已经够多了 我永远都不会去伤害容锦绣 我所做的这一切 完全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立场和身份 爱慕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拿着性命去拼 我的假如 只会让行动更加顺利地进行 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冒险 如果陈爹有做什么 那就让我用自己的性命 去换回他的命 左阵 这世界上不光只有你一个人 会用命换命的 我只知道你的出现 给锦绣带来了无休止的痛苦 你对他最好的做法就是离他远一点 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 终锦绣是我的人 我绝对不会找他离开我的身边 你就算赔上性命 我也绝不放弃 我也会不惜一切地把他带领你的身边 二爷 二爷 东西找到了 你在哪里见到过这个箱子 二爷最近心情不好 我和阿海也不敢和二爷说 我们马上就要办婚事了 所以今天我去渣北 就是想去找一个亲戚 问他买一些便宜的礼花 可以在婚礼上用 可是没想到 我刚办完事回来的路上 就碰到了那群人 对不起 你想干什么 对不起 我只是不小心撞到你的 这么多年没见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臭 放开他吧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不要多生事分 对不起 我 我替他向你道歉 我看到他们手上拎着的箱子 跟这个照片上的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知道他们拎着箱子 去哪儿了吗 本来我跟他们也只是擦肩而过 是不会知道的 可是他们实在是太凶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我就留意了一下 我看到他们走进了一个仓库里 然后出来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拿着箱子 大概就是放在了仓库里 还记得具体的地方吗 记得 二爷 你去通知秦昊地方在哪儿 而且告诉他 他答应我的事情 必须要做到 我先行一步了 二爷 兄弟们 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十好 这件事和以往不同 黄埔商会的兄弟们 跟着我出生入死一时不易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了 我只希望借我的力量唤醒他们 认清日本人的面目 起来抗争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世界行动说话 而你们 会有别的安排 可是二爷 按小兰的描述 我应该就是在这里 锦绣 我要让你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绝不会正是本人净犯上来 二爷让我来通知你们 东西就在渣北平民库的一个仓库里 他会先行一步 好 东西 我会安排少下马上行动的 嗯 队长 有行动吗 你还没有完全恢复 等小兰好了 再跟我们一起行动 我没事 不 你不能去 什么意思 你不让我参加行动 你起码给我一个理由 锦绣 左朕帮忙找到了英纪有能下落 他提出的请求 就是让你远离第一线 他自己来参加这些危险的行动 左朕 对 为了国家 有些事是必须牺牲的 出发 走 走 十号 他在哪里 你认为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冒险 却什么都不管吗 告诉我 他在哪里 哎呀 哎呀 淘寒你要干什么啊 二爷一个人去了渣北 要是遇到什么危险 那可怎么办呢 不行 我要去帮他 你知道的地方带我去 没错 不能没有二爷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 我去 下岚 这里危险 找个地方躲进来 岛海那你当心点 放心吧 你怎么还是来了 你以为这样我会感激你吗 还是你真的以为你的刀可以快过枪 愚蠢 我知道 但是我有我的原则 有时候人不能死守原则 必要的时候 你必须要开枪 就算是要死 我也不要你死在这里 听见没有 你 无中情 真是不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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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能伴乱情妄 一红颜如花蕾 愿意找不为你无常 愚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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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 下来 快上车 快上车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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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带你来 小兰 你要是不来 你就对不起二爷 对不起 黄埔商会的兄弟们 黄埔商 你没做错 都是我这条腿 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这条腿 我一定能救你 是我没有 你为什么会来上我这个废人 在我心里 是最讲义气 最有能力 最好的人 我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再任心一点 比你早一点把我娶回家 我就没那么遗憾了 我 如果就死了 我最恨的 就是没能嫁给你 别胡说 你还定没事的 我这就娶你 有你这句话 我 我就够了 季秀姐姐 小兰 季秀姐姐 季兰 二爷 是真的对你好 她是真的爱你 我 我们看到她 每日每夜地在想你 你每伤害她一次 她虽然表面上不说 可是她却痛彻心扉 我们这些外人看了 都好难过 我 季秀姐姐 你就原来二爷一次 你 你是我最好的姐姐 我想你可以幸福 我不想看到你跟我一样 没能够 跟自己 最 心爱的人 在 你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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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死了 我没有想过我当初回到上海 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小兰死在我面前 今天死的是小兰 下一刻可能就是你 就是我 人命在这世道上 本来就不堪一击 分秒之间 就可能生死两个 我不想像小兰一样留下遗憾 锦绣 你明明还爱着我 为什么非要把我推开 我们之间加着仇恨 带着人命 我们之间永远有一条 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 我爱你又能怎么样 不管是多大的鸿沟 为了你 我都会努力把他跨过去 可是你要告诉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记得五年前的重阳 你人在哪里 做过什么事 五年前的重阳 那一天你在镇江 你派人杀了一户姓荣的医生世家 你派人杀了一户姓荣的医生世家 那是我的家 我爹 我娘 全都死在同一天 你就是我的灭门仇人 不可能 我绝对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件 五年前的重阳 我确实去过镇江 也去过戎府 但我是为了求要 我绝对没有杀过一个人 这是谁告诉你的 你不用再狡辩了 这是程老九和谦田先生 亲口告诉我的 如果是谦田告诉你的 我想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不用再狡辩了 照片上的人是日本间谍 吉野欲行 他怎么会跟前天龙一在一起啊 开启了一周前 你们有一次跟踪吉野的任务 当时跟踪拍照的人被杀了 可是相机却不见了 于是秦昊托我找相机 昨天晚上 我的人在黑市上找到了 而这些照片 就是从这相机里洗出来的 快 上车 我记得 藏库外 坐在车上 就那个日本女人的 就是前天龙一 前天龙一 一直在刻意接近你 从一开始我就很讨厌他 让你离他远一点 陷害我的人 就是前天龙一 陷害我的人 前天 杨子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你知道吗 他居然对我开枪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 莫德文你话 你听到没有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呀 他不该对你开枪 都是他的错 是他的错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的 你再敢说他 我就杀了你 前天龙一说的话都是在撒谎 因为那天跟你在教堂会面接收金怀表的人不是他 而是我 所以是你搅拌了神父 教堂那件事我哥出资 所以一开始 我把神父给支开了换上了他的衣服 并在告诫室的门上发现了跟金表一样的图案 就到你过来了 但之后日本人来了 逃跑的时候把表给丢了 最终我也没拿到 当年在怀表里面 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迷 日本人派出了一个小分队追到了镇家 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块怀表 或许因为怀表不是落入了你们荣家 日本人为了隐藏这件事 才是你们荣家遭到命运之灾 隐藏这件事 礼物 二爷 没人了 前天龙衣可能提前得到消息 跑掉了 全城搜捕前天龙衣 无论死活 皆有重伤 是 小兰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怪我 如果早点知道你们的心意 就可以早做安排 二爷 这个不怪你 要怪 就怪我跟小兰没有缘分 二爷 恐怕今后我不能再帮你做事了 我知道 自从我腿瘸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是一个废人 你一直把我留在身边 把我当个兄弟 也不过是可怜我 我在黄埔商会 只不过是个累赘 是个包袱 我不想偷雷兄弟们 现在小兰不在了 我没有理由 再留在宁愿了 陶海 你是我的兄弟 是一辈子的兄弟 永远都不会是我的累赘 永远都不会是我的累赘 好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我手锁着头顶着 我还能跟谁爱过 我忍过伤过 还是撑不过 空等着笑容 时间太足够 小兰 这是我给你买的发甲 你还记得 上次 我带你去南京路的百货公司 你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发甲 我说买 你说不值得 要怕省下来的钱 却不值我们的幸福 你知道吗 在你走了以后 我又偷偷回去 把他给买了下来 本来是想 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 我把他送给你 其实 我就想告诉你 这要是你小兰想要的东西 我堂海 就算赴汤蹈火 我 也会给你最好的 也会给你最好的 可是 小兰 我却害死了你 小兰 小兰 没有你 我也只不过是个废物 你总慢一点 我一会儿就先来找你 哥 你 你 完蛋 你这个没骨气的东西 我要不是这条鞋腿 我肯定能救得了小兰 我就是个废人 这是个没有的东西 你说的没错 我是梅州 我把小兰给带去 却亲眼看她死在我的面前 你 是我害死了小兰 是我害死了她 唐海 就算小兰走了 可你还有兄弟们呢 你 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对得起二爷 对得起我们吗 别他们跟我说这些 我在二爷身边能干嘛 我在黄埔上会我又能干嘛 我以为上天可怜我 给我一个我自己心爱的女人 我以为我有一个家 有一个贵族 小兰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唐海 你不是无权无挂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 你也为小兰报仇 你不能让小兰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死了 这件事兄弟不会帮你 你要亲手我想了报仇 对 报仇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日本女人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替你照料她 怎么你不怕狗了 你抛下一切离开宁园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清楚地记得 那天我问你信不信我 左朕 我想问你 你做了那么多事 争权夺利 你不会不安不会累吗 锦绣 我这一生做过许多 在你看来是错的 是无法理解的事 这我承认 但这些事我都有非做不可的理由 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一切 是我自作主张把你拉进我的世界 强迫你留下 如果这也算错的话 我不后悔 相信我等一切解决 我一定会将全部的事 完完全全地都告诉你 但现在请你忍耐一下 不要离开我 不要舍弃我们的未来 我信 你是我最亲近的人 我当然信你啊 我信你我信谁啊 锦绣 锦绣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信我 我以为一切都没有变 我一心只想着我们的婚事 宁愿你一片喜气 我就等着你做我名正言顺的妻子了 可是你一句话都没有说 当天晚上就走了 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只有她是你留给我的唯一回忆 你不在的时候 我看着她 就会想起你 我也只能跟她说关于你的事情 她一天一天地在长大 儿女却一直没有回来 我误会你太久了 你却还用生命来帮我 我错得太离谱 都是我的错 因为我没有相信我心里面的佐证 所以上天惩罚我 她让我一直活在恨你的痛苦里 我请你原谅我 谈不上原被原谅 因为我也有错 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一切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会了 还好现在还来得及 让我们用余夏的一生 去补偿那些失去的时间 你让我等了这么久 我要以此逃回来 想着啊 你会有什么事情 这是我的枪 还有手上所有的文件 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 已经不适合待在这里了 你也知道 我是因为锦绣才加入的 所以我觉得 我已经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 希望您可以让我离开 我理解 那离开以后 你打算去哪里 我的椅子 从来不喜欢别人坐 你这张破椅子 我又不是没坐过 终于愿意回来了 这里是我的家 难道我不能回来 回来就好 哥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现在在我心里 拥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家 才是最重要的 你记住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所以我回来了 所以我回来了 明珠 你来了 明珠 你来了 向先生 有你的电话 好 你们俩好久没见了 聊会儿吧 坐吧 坐吧 好久不见 你 怎么样 最近过得还好吧 老样子 你呢 其实你哥一直在找你 听说你去了西北 可是叛人过去的时候 你已经不在了 对啊 我在西北待了一阵子 那个是我人生当中 最低谷的一段时间 发现怎么找到找不到目标 英东 我看你现在挺好的 没有我在你身边 你比以前开心了 我多么爱你 却难道你的莫杂 这样不好吗 你有我哥 我有我的生活 你让我多么难看 以前的事情 就让他随风逝去吧 我只希望 你可以真心待我哥 我哥是真的爱你 我也会 真心祝福你们 我不是说过 来见我之前 要先通报吗 我找你 也要向你通报吗 老师 知道 我为什么打你吗 老师教训学生 本事应该 你并没有杀容锦绣 这个女人 根本就不是杨子 她是中国人 是你对手的女人 也是你现在的敌人 你真的以为 杨子可以轮回回到你身边 那些 都是你自己的异象 杨子已经死了 早在几年前 她就已经死了 难道你忘了吗 你不记得了吗 是你 亲手杀了她 难道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容锦绣这个女人 就像一个妖魔 她已经 吞噬了你的理智 既然 你做不到 那我就替你 杀了她 什么 昨天还只买两包钱 今天怎么就两块了 你这不是杀猪啊 就这个家了 怎么着 全城都没几家店有米卖了 你爱买不买 今天不买啊 明天就涨价到五块了 再这么下去 没法活啊 这是 大家说是不是啊 就是啊 太过分了 二爷 最近外面闹米荒 米家飞涨 我们要不要 多存些粮食 我已经叫少徽 从外面尽力些米 应该足够我们宁愿用了 虽然万为战事不断 大米生也没有原来好做 可也不至于这样啊 这件事 应该是有人以战事为借口 在背后囤积聚齐 故意炒糕米家 从中牟利 有些金主也跟着一起借助 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二爷有所不知 现在外面的普通老百姓 已经买不起米了 五米下锅 明不了胜 虽然国民政府 几次开仓放粮 可也于事无补 成此一往下去 恐怕要出大事情 二爷 外头来了穷乞丐 现在满城都是 没米吃的难民 锦绣姑娘把米给了他们 我拦也拦不住 再这样下去 我估计全部的难民 都要到宁愿来了 去看看 姑娘 我的孩子都两天没吃饭了 你先起来再说 我菩萨求救你了 星星好吧 星星好吧 你就星星好吧 我看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所以我就 你想做的事 我都会支持你 是 我们必好粮 在您院门口失敏 不论男女老幼 他们都有米可以的 好 谢谢啊 谢谢姑娘 谢谢啊 这是你的 下一位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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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来 拿好 再给你一些 下一位 拿着 谢谢姑娘 好 交给我 啦 呦 好 啊 干什么 COVID 好吧 鸢 危啊 危啊 sem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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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 我不是杨子 你是 我是容锦绣 你是杨子 你真的是杨子 这就是你 你的名字叫大爷杨子 大正十一年 我们在京都的山鹰树下相遇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 你笑颜如花 生死樱花的美丽 那天刚好下着雨 你的血坏了 你撑着伞 我抱着你 就这样把你送回了家 后来 我们相约一起去看樱花 就是在那棵樱花树下 那是我第一次闻你 那一闻 是那么的甜蜜 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 那段时间 是我一生中 最美好的时光 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什么都不用想 只要在一起 就觉得那么那么的开心 可我 只是身份卑贱的下等人 而你的父亲 却是赫赫有名的将军 他不需要我们在一起 就是他 残忍地把我们分开 你 你会爱我多久 一直到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杨子 殲天军 殲天军 你 我跟你说过 不许再接近我的女儿杨子 为这个卑贱的下等人的儿子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 我一定亲手杀了你 所以我们约定 我们要一起逃离这个凡屋的世界 死闻去天涯海角 去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走 可是他们还是找到我们 不要开枪 他开枪打伤了你 你那么痛苦 你求我帮你结束你的生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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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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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 你遵守了我们的约定 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奇迹吗 命运的轮盘 从镇降就已经开始转动 当我杀了荣家那些人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那个时候 你已经离我这么近 你说什么 你 你伤了我爹娘 不是的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他们只是负责把你带到这个世界 推动命运巨轮的转动 让你回到我的身边 回到我身边的使者 命中注定 我会和你 相遇在这个地方 我真的很想念你 你这疯子 这疯子 疯子 我告诉你 我只爱做这一个人 我这一辈子都不爱这个疯子 我会亲手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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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没有 没关系 娘子 你一下子接受不了 很正常 我会给你时间 我等你 我相信 你一定会留在我的身边的 二爷 我们几乎连夜搜遍了整个上海滩 还是没有锦绣公样的下落 锦绣的失踪跟那个浅田龙依脱不了干系 封锁全上海滩所有日本人的伤好 一日找不到锦绣 我就让日本人在上海滩无法立足 武藤老师为什么突然不见了 老师说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走得很匆忙 可是老师 老师自然有他自己的安排 你先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 去把阴明珠给我请过来 这个怎么样 手工的 可漂亮啊 那我能试试那个吗 没问题 这个也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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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也不错啊 什么意思 前天先生不希望 现在的住处有太多人知道 进去吧 前天先生已经在等你了 有什么任务 你直接说吧 容锦绣现在在我这里 她刚到上海的时候 就一直在主动地找你 想和你姐妹相认 所以我想 你这个姐姐 对她来说一定很重要 别人说的话 她不会听 你说的话 她应该会听吧 我要你说服她 说服她接受杨子的身份 心甘情愿 永远和我在一起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夺走她 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前天龙依抓你来的吗 想不到跟着左朕这么久 你还是这么笨 你觉得我这个样子 像是被她抓来的吗 我不明白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可怜 好不容易跟了左朕 还要遭受这种待遇 不过这只是开始 很快 你就会和我一样 失去爱情 自由 所有的一切 成为日本人的一条狗 你在胡说什么 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 前天龙依呢 她是不会放手的 她今天让我来就是劝你 让你乖乖留在她身边 我觉得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对她好一点 日子也能过得好一点 我是荣家的女儿 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荣家的女儿怎么了 我也是荣家的女儿 可是我在日本人的脚下 已经受惊了屈辱这么多年 当年 我和我娘在上海滩 流落街头 我娘生病了 为了不连累我 她逼我亲手杀了她 好笑的是 我连葬她的钱都没有 我只好把自己 卖给了日本人 不过没关系 天理循环 你现在马上就要遭受我所遭受的一切 这就是报应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妹妹 你不能不认你的亲爹亲娘 浅浅龙依是我们荣家的灭门仇人 爹娘都是死在她手上 你不能做事你不会良心不安吗 你有没有想过大娘在弟弟 想为你感到羞耻 我会不想过他们 我应该也看着她 你不会通过 我只会给你 你这一心 你会没有想过 我或认识 老外园 你不想过 我 angry 你会不想过 你会不想过 那吗 我来 梅子 见过她了 怎么样 一次谈话并不能代表什么 不过你放心 我会尽快用我的方式 达成你的心愿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妹妹 你不能不认你的亲爹亲娘 浅天龙一是我们荣家的面门仇人 爹娘都死在她手上 浅天龙一 真的是 是你杀了荣家的人 是你夺走了我报仇的机会 让我这些年努力生存 都变成了一场笑话 都是你 你来救我 前面没有路 前面没有路 你要跑 我追你 你拼命地反抗 我一失手 我就把你给杀了 为什么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有着同样的血脉 姐妹 倾馨 主retch 祝你 出现 第二 Ukraine 是 我做人很努力的 我就是想要得到爹的认可和赞同 可是没有 但是你呢 只要你一个微笑 就算是全世界爹都愿意给你 长大也一样 我受尽了一次又一次 非人的虐待 你呢 只要你容锦绣想要的 你全都能得到 为什么 应该你告诉我为什么 容锦绣 你的存在就是对我最大的责务 你毁了我的一生 你欠我的一切 我一定要你偿还 你 你再敢对我的养子有什么过激行为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你要是真的忠于我 证明给我看 你毕竟是她的姐姐 我希望你的亲情能改变样子 左会长 你好 我叫小泉次郎 今天我代表大日本帝国的领事馆 来和左会长聊聊 左会长现在不让黄埔商会的商号 同日本人做生意 这样将直接影响日本商人在上海的利益 他们都怨声载道 到我这来投诉 照此下去 日本商人在上海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我也很难办 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日本领事馆觉得难办的话 那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左会长 能让日本商人继续在上海做生意 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你 我只要一个人 是谁 潜田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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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在上海做生意的 普通的日本商人 我们对他根本没有约束力 况且 他的樱花会馆自关闭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如果交不出潜田隆一 那就一切面谈 我只能请你们离开上海了 你说什么 左会长 这件事就真的没有余地了吗 中国有句古话 使食物者为俊杰演 左会长 当前的国际形势 你一定是非常的明白 战事会进一步的扩大 到时候 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你的黄埔商会 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的团体 要想与大日本帝国作对 无疑是遗卵即使 到时候 连你左会长 恐怕也会凶夺鸡烧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忙 我也不管我是否是遗卵即使人 我绝不让日本商户在上海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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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亲情真能改变杨子 毕竟我是她的姐姐 而且你说得没错 亲情 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 为了证明我对你的忠心 不管用任何的方法 我一定会让你得逞所愿 相信我 今天晚上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这是给你的奖励 亲情 的确改变了我 既然是因为我造成了这种种的罪孽 那么就让我 亲手来结束这一切 杨子呢 她在换衣服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艾美 是女人的天性 如果你想见到锦绣最美的一面 你应该多一点耐心 来 别着急 我们先喝一杯 是 敬这个美好的夜晚 敬这个美好的夜晚 是 我们好聚好散 喝了这杯酒 我 祝贺你重获新生 你怎么不喝啊 你一直在盯着这杯酒 不会是在酒里下毒了吧 我为了你 说服容锦绣来吃这顿饭 你还要怀疑我的忠心 好 这酒我喝 我相信你的忠诚 我相信你的忠诚 你竟然敢出卖我啊 你竟然放在我的养子 你找不到她了 她马上就回到早镇的身边 你没有机会了 你不能咬一下 我倒不忍 我没机会了 你不能够 你干的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开门 开门 救命啊 开门 开门 救命啊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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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锦绣姑娘 神奥 祖珍 祖珍 锦绣 你有没有受伤 快给我去救我姐姐 去救我姐姐 来 来 来 站住 站住 二爷 我们去过那个屋里 一个人都没有 浅天龙一那个混蛋 已经跑了 我一定要救我姐姐出来 记住我的话 出去以后 按照我给你的路线走 我走了 你怎么办 你不需要管我 你出去之后 马上去找佐镇 他一定会保护你 你跟我一起走 我不能和你一起走 我要是走了 我们谁也逃不出去 不行 万一千天抓到你 他不会放过你的 锦绣你听我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姐姐不怕死 姐姐只怕妹妹 不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是爱你的 不要 记住我的话 出去之后 绝对不要回头 我让你笑 我看你能笑多久 我当然要笑了 你奇观算计 可你还是输给了我 我 是不是特别生气啊 要杀了我吗 来 杀了我 动手啊 来啊 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 没有什么意义 我伤不如死 可是因为你 我亲手救了我的妹妹 我亲手救了我的妹妹 我现在死得齐索啊 你简直就是我的恩人浅浅 你记不记得你教过我什么 亲情的力量 可以感变一切 没错 浅浅 你你简直是愚蠢 其实我觉得你 特别的可怜 你一心想得到我的妹妹 但是她拼了命都想离开你 她现在已经在左镇的身边了 你闭嘴 你永远都没有机会 你知道为什么 她选择左镇不选择你吗 不是因为左镇的名声和地位 不是因为她是中国人 你是日本人 更不是因为她比你先认识我妹妹 想知道原因吗 我告诉你 因为你 因为你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人 你是个畜生 你连禽兽都不如 所有的女人都想离开你 还有你的杨子 你的杨子 她宁愿死都要离开你的身边 你最爱的人 她宁死都要离开你 是 我今天就弄死你 我再让你胡说八道 我 我不会杀了你 我杀了你 不叫到底给了你一个痛快吗 我不会杀你的 你也知道 我要杀你 就像你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我要你好好活着 你要好好地活着 而你 就是我 搬到左朕的工具 做你的陈琼大梦 对左朕来说 我没有分离 对 你说的一点没错 你对左朕 你 真的是没有半点的影响力 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 可不一样哦 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畜生 浅浅 你这个畜生 浅浅 向先生 能找到的地方我都找过了 就是没有找到明珠小姐 不用了 不用找了 左朕已经来过了 明珠的下落我已经知道了 喂 向先生 我等着你打过来呢 你要怎么样 说吧 很简单 如果你不想收到英明珠的尸体 明天十二点 在大钟楼下等着 我的人会来接你 来 向先生 把英东叫来 是 明珠的事 暂时别跟他说 明白 那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恐惧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尝试有这种感觉 女人太可怕了 我已经完全陷进去了 没办法 你最近暗中保护向先生 我担心他为了救明珠 一生犯险 好的 大哥你找我 这段时间你总是早出晚归的 怎么样 公司碰到了什么棘手的事吗 公司事情其实还好 只是银行账目我现在有一些不轻 我索性杀到他们大本营去 看着那个胡经理 把所有的账目一笔一笔的 在我的眼鼻子底下对清了 当然了 过几天还得请他吃顿饭 保不准下次还找他帮忙呢 你知道吗 你这次回来改变了很多 人总要学会长大 我不能每一次都会隔天麻烦 总要学会聪明点吗 我告诉你 你从来不缺能力和才智 就是平常不太成熟 我们向家的男人都一个样 顶天立地 从来不输给任何人 看到你现在这样 大哥感到很欣慰 大哥 我们兄弟同心 向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的矛头突然转向了向寒川 现在这种情况 增加一个向寒川这样的敌人 对我们恐怕都没有好处 向寒川是什么身份 华生会主席 华生会控制着整个上海的经济命脉 只要我们能够通过向寒川控制华生会 就能让华生会 阻止所有与皇府商会码头的合作 皇府商会最大的收益就是码头 一旦码头停止收益 所以 左阵的手下 就会自下而上地闹起来 过不了多久 左阵就会忙得焦头烂额 自古不详 那时 就是我们出手的时候 内外交集 左阵必败无疑 小阵也不这有事 你如果是过九阵状 只要我完成这一切 等我杀了左阵 你就可以再次回到我的身边 名利 地位 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 只有明珠我不能失去 但我却不能因为我的感情 让向下的百年基业围在我的手上 更不能把上海的经济大权 交到日本人的手中 爹 鸟 英东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 终于长大了 他不需要活在我的羽衣之下 也能做得很好 我现在想把向家的所有金银券交到他手上 我一直是为了向家而活着 现在 我应该为我自己 好好地活一次 不再是上海谈大家心目中的向先生 也不再是向家的掌舵人 也不再是向家的掌舵人 而是真正的向寒春 使用这个侠照 也不及不幟 常无爱意不常 烈得血与天下 不再乎伴世泛黄 都逃不开命运掌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助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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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他 放人可以啊 不过向先生你做生意做了那么久 我相信你应该清楚 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就要付出一些代价 少废话 开个价吧 签了这份合约 你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 你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 签了这份合约 我向寒川名下所有的产业 和华商会主席的权力 全转让给你了 那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废人 废人 总比死人好吧 你自己决定吧 只要上海滩 只要上海滩还是现在的上海滩 这些东西我怎样失去的 我就会怎样拿回 今天 我向寒川就用所有名下的产业 和你交换一个英明珠 二爷 向先生不见了 向先生不见了 合约签了 放人 其实这份合约 只不过是一个君子协定 只要你向寒川还活着 谁也不能保证 你会不会推翻 所以 我需要一个保险 注射这个 我就放你们走 这是什么 这个药水是从浮膏里面炼制出来的 它拥有剧毒 唯一的解药就是它本身 剧毒发作的时候 会让你痛不欲生 就像是 坠入了阿鼻地狱 只有当你再次注射这个药水 痛苦才会得到缓解 如果药效过期 没有注射 就会丧命 所以你要定期把这个药水给我 当我忍受不了痛苦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药水来控制我了 其实我只是想把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你有三秒钟的考虑时间 三 二 不用数了 不用 阿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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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只有这样 我才不会担心 像一些人再会做出 死脉军火给爱国会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感觉身体不适 你就可以注射这种药水 它就能缓解你的痛苦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真不敢相信 华商会的会长 赫赫有名的像先生 竟会对一个女子如此痴情 三天以后 我要你召开华商会内部会议 亲自宣布 华商会与日本的经济合作 并且让所有的华商会成员 断绝与黄埔商会的所有生意往来 当然了 他们肯定是不会听我的 但是如果你在会议上面当面说服他们 结果肯定会不一样 我相信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个事情 但是除了你 像汉川 我相信 你要去吗 那我帅哥 我来帅主 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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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来帅主 我认为这是啥主 韩川 没事 现在没事了 不用怕 我没事 韩川 你怎么这么傻 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些事情 你这样做 终于到了地域一样 为了你 就算下个雨 我都在所不惜 我不是一个好女 我根本不知道你为我这么做 我不配得很纯 这不是你的错 知道吗 从今以后 你不会再受日本人控制 也不会是你母亲复仇的工具 你就是你 你要为了你自己 好好地活着 韩川 可是我真的不值得 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韩川 你是我的女人 当然知道 别怕 我 看这家人 睡在着 我 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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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朕 我终于回来了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二爷 我们的人看到前天龙衣回到樱花会馆 立刻召集所有人手 我要让前天死在伤害 左二爷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我想单独的 所以你现在对前天龙衣动手的话 寒川就会没命 希望你能念在寒川对你当年的扶持之位 但是不要对前天龙衣动手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我真的想不到 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不过以后 你不可以再拿你自己的命来换我的了 姐姐从来都没有开心过 还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的事 唯一开心的事情 就是能救了你 保住荣家的血脉 我们都是荣家的血脉 我们是亲姐妹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你知道爹娘死的那一天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什么情人都没有了 我在百乐门见到你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我没有想到过 我还可以叫你一声姐姐 从今以后 我们都要好好地活着 永远都不要分开 妹妹不怕 永远都不痛了 不要哭了 好吃吗 明珠姐姐 锦绣要和你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傻丫头 我们的人刚刚回报 果然像你预料的一样 左阵的人马刚刚集结起来 却有眼齐息鼓 不见动静了 看来像韩川这部棋 还真是有效啊 根据合约 这个保险箱里的所有财物 已经归于您的名下 这个钥匙 以后就是您的了 好 上海经济方面的重要人士 直接对上海的经济命脉进行打击 配合可能即将进行的战争行动 这件事情先放一放 我还需要华商会的人 帮我击垮左镇 击垮左镇 击垮左镇 你现在眼里唯一的目标就是击垮左镇 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在为帝国效忠 还是在为你自己的私心做事 我有我做事的准则 你如果质疑我 你可以立刻离开上海 但如果你想要留下 就必须按照我的指示做事 我希望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我希望你自己在做什么 感谢观看